我們中國國民黨應該堅決反對五權憲法變成三權憲法 因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已經全部都會被民主的罰罰 而且我們還要提升監察院的功能 應該把廉政署納入到監察院,把人事行政局納入到考試院去 也就是我們不只是不把五權憲法變成三權憲法 反而即使在不修憲的情況下,我說不修憲的情況下 我們也可以強化監察院跟考試院的功能 這才是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現在考試院的中能部章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不是因為制度的因素 監察院跟考試院是我們中華文化裡面兩個非常重要的制度 我們中國不太有御史財徒 那考試權呢才避免所謂的行政單位他們任用私人 所以考試權跟監察院是絕對不可以修正的 那站在我們的立場呢,我們也呼籲我們的黨中央 絕對不可以跟民進黨進行有關五權憲法修改成三權憲法 中國國民黨要堅決說NO好不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即使憲法有考試權,可是他們現在任用的,我是高考及格 我離開了以後,那個我的位置坐的全部都是沒有經過國家考試的人 你也知道民進黨啊,民進黨基本上是家天下 我剛剛講他們就像一個幫派來講,他們今天擁握了政治權力以後就大肆分仗 那有的呢他走這個人世的灰色地帶,譬如說他把這個單位的組織章程稍微改了一下 譬如說有些地方的本來原來要事務官員可以做的,他現在變成政務官員了 他就大量的用自己的私人 但是這個事情考試權,你剛剛講的非常好 考試權在我們中華文化的傳統裡面,它是一個要獨立的 而且今天民進黨不斷地破壞我們的文官體系 讓很多呢經過考試的人,他今天沒有辦法到公家機關服務 而怎麼樣,反而是私人的,他們取得更重要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今天台灣呢在民進黨的這個幫派的這個作用下 其實台灣整個已經亂了套了,整個已經亂了套了 整個已經亂了套了,所以說我的看法說,等一下好不好 中國國民黨應該要堅決他的權憲法的體制 針對監察院考試院現在做的不好的地方,中國國民黨可以提出批判 但是,武權體制要無權 因為你也知道民進黨當時包括我們在那個陳水扁 還有李登輝總共進行個七次修憲 這七次的修憲呢,幾乎把我們中華民國原來憲法的所謂的精神摧毀殆盡 你看看現在什麼,現在連行政院長也不需要立法委員的同意了 包括總統任命,所以這幾年換行政院長跟跑馬燈一樣 這個國家能夠做事情 包括現在蔡英文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總統 大總統大獨裁制,請問一下台灣還有所謂民主自由嗎 所以民進黨雖然蔡英文她在國慶文告裡面,她說要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但是我必須要講,真正破壞民主自由的就是蔡英文 以及民進黨 現在請問校長,如果說你沒有在國民黨裡面擔任黨職 那你如果我們國民黨有什麼決定的話 那你是像我們一般的國民黨員一樣只投一票 還是你可以參與她的核心的幕僚的決策呢 我跟妳講,中國國民黨是我們大家的,我們都應該為中國國民黨的努力 但是很遺憾的,我常常講就是說,我們要有共同的理念嘛 沒有共同理念的合作,那叫做霍悉民,那叫做政治分章 那國民黨呢,現在有很多,包括憲政的理念在什麼地方 包括兩岸問題在什麼地方 那我也藉這個機會跟各位講 我當時跟朱立倫主席議長,等你上任以後 請你開個會議,確定一下 我張亞中在參選的時候,主張的結束敵對狀態 簽署兩岸和平備忘錄,包括創造兩岸和平 是不是所謂的紅統,是不是紅統主要先回答我 第二個呢,我的主張會不會造成黨的亡黨 這個事情要回答我 那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回答,那我在等待我們黨中央的具體的回復 這是一個我們黨內要走向團結,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啊 對,因為黨是多元的 黨是多元,但是黨要有是非的 是非是什麼,你要說我是紅統,你要說我是王黨,總要有一個理由吧 這不能跟選舉一樣,隨便亂扣別人的帽子 所以我覺得粉黨的未來的路,還很艱辛 我們一起幫助中國國民黨走紅統 所以才要求大家加入中國國民黨 我們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人越多 我們的理念越強,我們越能為黨帶來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今天,誒書還沒有到 基本上大家多加入中國國民黨,好不好 把理念,因為你如果選擇離開,你就選擇放棄 你放棄以後呢,你對中國國民黨就沒有影響力了 當你成為國民黨黨員的時候,你將來就有投票權 你有投票權,你可以引導中國國民黨往什麼方向發展 各位要清楚,這是一個從基層到高層的整個一個改革的過程 改革的過程,這是個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們選舉的策略,看到國民黨不滿意,我們就選擇離開了 對,就國民黨原來從200萬人,現在變成只有30幾萬人 那離開的是什麼呢?當然留下來的有很多是公中啟國的 是中黨愛國的,我們非常佩服他們 但是離開的也有很多,到外面成立政黨,他們什麼?對中國國民黨失望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講得很清楚,中國國民黨要走什麼?走孫中山的路線 包括什麼?第一個,我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要振興我們中國國民黨應該有的理念 中華史觀,對不對?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啊,台灣人走不是中國人啊 是外國人啊,可是蔡英文現在走的就是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路線 他認為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他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那這樣子搞下去,兩岸還會有和平嗎?不可能的嘛,對不對? 第二個呢,我們要不要結束敵對,兩岸的和平當然很重要啊 可是按照民進黨現在的做法,兩岸不戰爭才有鬼呢 那按照國民黨現在的做法呢,就是維持現狀 現在蔡英文也維持現狀,但是現狀什麼?蔡英文天天在破壞現狀啊 蔡英文天天在破壞現狀啊 那國民黨呢,又沒有辦法提出一個解決兩岸政治敵對的一個方法 那換句話說呢,就兩岸敵對越來越加深了 那我的看法這是不對的 我們一定要有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兩岸關係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不要放棄好不好? 校長,我們還是剛剛那個疑慮 就是說,假使我們譬如說國民黨開大會的時候 那校長 我也是一票啊 我當然也是一票啊 或者說擔任副主席啊 或者等等的職位 你才會有更大的 對整個國民黨改造 有更大的影響力 第一個齁,我們在外面 我們一定尊重黨主席他的人士利用權 因為今天他選上黨主席 他要用他自己所喜歡的 跟他影響相繼 這是很重要嘛 第二個呢,如果說今天黨 我一直提醒你,我記得我送給朱立倫十個字 因為依法不依人嘛 中國國民黨不是誰的黨啊 中國國民黨不是朱立倫的黨 也不是張亞中的黨 也不是江啟臣的黨 不是你們的黨啊 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啊 中國國民黨是誰? 是基層黨員的黨啊 理念上是孫中山所創立的中國國民黨啊 在這個裡面 不應該有任何個人的因素在裡面去 當個黨主席 只是更多的為大家服務而已 你要為大師為什麼服務? 為你的理念而服務啊 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個人的派系而服務啊 中國國民黨三十年來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把中國國民黨變成每個人 哪個人的政黨啊 哪個派系的政黨 哪個政治力量的政黨 我告訴你我張亞中不玩這一套 所以我說沒有張粉 沒有所謂的亞粉 沒這回事兒 大家都孫粉 都是孫中山信徒 對不對? 對!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檢驗現在的中國國民黨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標準 我的檢驗標準有三個嘛 第一個 你是不是孫中山的信徒 你是不是堅持武權憲法 支持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堅持下去 第二個呢 我們面對民進黨 我們是不是要面對民進黨 這種禍國殃民的惡行 我們國民黨 一定要下架 對不對 下架民進黨 那你下架民進黨是比較有方法 那可能才會讓更多年輕人喜歡 更多的年輕人 我給你舉個例子 前10月10號的晚上 我跟那個台灣你們很有名字叫封島年輕人 他開了個網路節目 你有看吧 我講了大概快三個小時的宋文思想 線上同一個時間有八千個年輕人 大家很難想像吧 同一個時間有八千個年輕人 來聽我講宋文思想 聽我講三民主義 那第二天呢 我早上一起床 整個看過人大概四五萬了 就表示說 中國國民黨不要自己妄自菲薄 不要認為自己是得不到民意 其實只要你把理由講清楚 老百姓民間年輕人願意支持你的 那張教授下一步的你是打算 我先第一步我剛剛講 我們先第一個步先到明年3月12號以前 我們號召10萬孫粉10萬軍 我們號召10萬到30萬人 我們能夠回到黨內來 這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過程中呢 過程中的時候呢 那我也會在各個地方不斷的演講 包括今天因為風大雨大 不好意思麻煩大家 我會在各個地方去辦演講 呼籲大家了解 中國國民黨應該有的精神 各位了解啊 思想最重要 對不對 孫中山講過 主義領導信仰 信仰產生力量嘛 對 國民黨現在的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思想換散 理念蒼白 對不對 沒有理念 理念模糊啦 真的是模糊啦 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大家不願意看到 沒有 所以我們第一個階段 往這方面走 好不好 有什麼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都很支持張老師的那個理念 可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明年要選縣市長 那問題是現在的國民黨 我們也講白 他們一定提出來那些只是想要買官 只是想要做官的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就是張老師說的那個獨台的那一批人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其實很不甘願 你知道 真的很不甘願 我們現在對這個趨勢還是沒有讓他六轉的可能 現在喔 我有時候你必須 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必須 必須接受著沉重的負擔 為什麼 這是選舉 我沒選上 那我沒選上 我們少數不通多數 那朱立倫主席他今天當主席嘛 他當然有一些提名權嘛 這個是一個遊戲規則 但是有些什麼 我已經碰到很多的縣市議員了 他們希望張老師到時候為他站台 甚至跟他一起畫板 就是說 我們去支持一些 他們也認同我們理念的時候 我們去投他一票嘛 所以將來黨內也要有初選嘛 就是說 你願意認同的三民主義的 你願意認同孫中山思想的 你願意認同兩岸和平的 這時候我們投票支持你 讓你贏得國民黨內的初選 就是 有很多東西必須一步一步的走 一步一步的走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就是說大家要了解 如果我選上黨主席 那就是國民黨從高層到下層的改革 但是如果今天沒有選上黨主席 大家從下層往高層改革 下層往高層改革 下層往高層怎麼改革 就是更多的 對不對 就是更多的有理念人進到中國國民黨 所以大家回去以後 今天有表格 更多人來加入中國國民黨 不要用放棄的方式 對不對 你今天不行 你明天就有機會嘛 趙教授 像那個蔡英文他們都是 政府都要揚網軍 像網路的世界的網路的一些聲量 像他就是最自身的網紅 那像我們中國國民黨 可以再怎麼樣 在網路這一塊 可以 你講得非常好 但是我跟你講網軍是什麼 我們先講網軍 網軍其實那些人是沒有靈魂的 誰給他錢誰辦事 我告訴你 只要沒有靈魂拿錢辦事的都好對付 這些人都好對付 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有理念的敵人 你說像那個基本教育派 你說像那個塔利班 塔利班可怕 塔綠班一點都不可怕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塔綠班是沒有理念 只有利益的 好 那國民黨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第一個 你國民黨要有理念 就像我張老師 你看看我今天跟風島 像歷史哥 還有貼紙哥 還有毛家慶 我連續四個小時的對話裡面 大家就會覺得說你講得有道理 你就不怕他嘛 你再怎麼扣我帽子怕什麼 耶穌基督也不怕別人扣啊 釋迦摩尼也不怕別人扣啊 各位只要你沒有理念 你怕誰扣你帽子 他們很會帶風向 帶風向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理念 就被別人帶走了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理念一下帶走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他們帶得了我走嗎 帶不了我走嗎 那也帶不了各位走嗎 對不對 因為你有理念嘛 有理念就帶不走嘛 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所以國民黨要破這個塔律般的網軍的第一個方法 要有理念 對 要有靈魂 你思想堅定以後別人都動不了 第二個呢 你看看今天這麼多網紅願意訪問我 他們也是年輕人的 因為年輕人也有好的啦 年輕人也想聽道理啦 不是想說年輕人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真的不要這樣子想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可以在網路上 跟這些人談四個小時 談五個小時 他們有意義跟我談嗎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那些塔律般不可怕 真的不可怕 只要我們自己有理念 我也可以跟對方對話 我們也可以講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為什麼我們改革 從一層到高層改革 但是更重要我們的理念要轉過來 把國民黨打造成一個孫中山的信徒 對不對 三民主義的信徒 有理念的信徒 這這樣子才會有未來 好 接下來小聽聽什麼問題 因為那個我們現在民進黨是在黨中央 只不過那個我們現在都沒在叫三民主義啊 那些的 好 他的看法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根本就不叫三民主義 不是民進黨做 是國民黨自己李登輝的事就幹的 國民國民 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中國國民黨以前的大家黨 帶頭摧毀這個政黨 摧毀政黨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把你的思想靈魂給摧毀掉了 第二個呢 把你的組織結構給破壞掉了 你看我們中國國民黨黨產 1990年代是有9000多億啊 到了2000年只剩1000多億啊 十年之間把國民黨8000多億整個花光啊 厲害吧 然後搞這個黑金政治 黑金政治一搞了以後 國民黨台灣的整個民主政治都亂的套了 然後再搞什麼 族群的動員 族群的分裂 中國人台灣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都是整個 是我們國民黨當時李登輝跟民進黨聯手所搞出來的 各位 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問題啊 那我們怎麼樣 反擊對不對 所以我張老師你看今天雨打抱歉書拿不過來 就是我 你看我沒想到 我今天張老師在瘋島的節目裡面我講孫中山 幾萬人聽啊 各位幾萬人聽啊 當然有希望啊 國民黨怎麼會沒有希望呢 沒關係 好不好 校長 兩岸現在 你不要講關鍵 好 校長 現在兩岸局勢非常緊張 對 那這個國民思想就是我們最大公約數 兩岸的最大公約數 所以下一步我們是怎麼樣來讓我們不管年輕人或我們現在站在這邊的所有人 我們怎麼樣灌注一些比較有系統性的 好我剛剛講就是說其實大家在網路上可以我曾經發表過的文章 大家可以拿來看一下 那我也把這個書呢 基本上大家一百塊算是結緣價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孫中山講過沒有知識是沒有辦法報國的 沒有知識是沒有辦法報國的 記得沒有知識報國 孫中山講過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對不對 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 所以我才希望我們所有的黨員要讀書啊 要把這個理念弄清楚 不要天天只是看那個電視節目人雲一雲 大家好好的讀書 自然而然的國民黨就會強大起來了 好不好 校長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風越大雨 等一下沒關係 風越大雨越大 但是我們風雨生信心 好不好 還有什麼問題 那跟各位觀眾報告真的是風雨生信心喔 即使再大的風雨 都交不起張校長支持者們的熱情 那現在我們暫時先到 這個101下面這邊 張校長非常的熱情的 也在繼續的回答著他的支持者們所提問的各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齁 你講得非常好 我看到國慶那一天 我心裡在滴血 為什麼 所有的三軍將士在向我們的總統敬禮 可是我們總統是一個背棄中華民國的人 對 他根本就不認從中華民國 對 還拿中華民國的薪水 這個還拿中華民國的薪水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 我們先不要講說總統做個人都不夠厚道 對 做人都不夠厚道 對不對 你拿別人的薪水 拿人之俸禄 忠人之事 對 今天人家投票選你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每個人看到總統還要敬你 對 位置讓你做第一個 對 結果呢 你還要抄別人的家 你還要拿別人的錢 還要幹人家這個國家 我告訴你這個社會是天理不容的 真的是天理不容的 所以我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你不要講 世間上事情都有因果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各位大家相信因果 但是呢 我們自己要爭氣 對 我們要爭氣 我們為什麼蔡英文民黨可以這麼囂張 就是因為國民黨太懦弱了 對 國民黨自己懦弱 對 就好比說一個壞蛋的誕生 不是壞蛋本身 是因為好人的懦弱 對 好人的姑息 好人的姑息 你講的沒有錯 好人都不講話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澳人只要講話不變的人說 澳你這什麼麻煩製造主 對不對 這為什麼他們 為什麼國民黨一下就怕掉了 對啊 對不對 沒有 我們要創造主流民意 你講的太好了 所謂的主流民意啊 政黨的責任 並不再只是追隨主流民意 各位啊 希特勒在殺猶太人的時候 那也是主流民意啊 全體德國老百姓支持希特勒 繼續搞獨製啊 可是這個主流民意是什麼 死了六百萬猶太人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以為說 蔡英文是主流民意 這個主流民意是被姑息出來的 是被誤導出來的 各位啊 做一個人啊 做一個人要做一個明白人 要明白人 你講的沒有錯 政黨的責任要創造民意 各位我們今天就要有這種責任 我們先在什麼 我們先在國民黨裡面創造黨議 對不對 我們創造真正的黨議 創造黨議完了以後 我們就創造真正的民意 對不對 這樣子國家才有未來 怎麼樣 再靠靠靠靠靠靠一點 好 剛剛 剛剛那位 剛剛那位年輕朋友講的非常好 蔣中正 對不對 天天要把蔣中正的銀匠給拿掉 對 開玩笑 蔣中正對台灣的貢獻太大了 我們先不要講說什麼 823炮戰古林頭大姐 沒有蔣中正帶領的國軍 今天台灣還有安全嗎 今天台灣早就被赤化了 全部被共產黨化了 對不對 對 台灣假如今天沒有土地改革 沒有三七五檢豬 請問一下台灣現在有經濟發展嗎 各位啊 今天很多的民進黨人都是 當然他們的祖先都是電龍的 沒有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來 他們今天還沒有辦法成為地主了 今天 對啦 我告訴你今天中國國民黨 你去罵他可以 但是他必須為台灣做出這麼多的貢獻 各位還記得以前台灣有很多什麼養女嗎 現在沒有看到了吧 這沒有 為什麼 這也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改善了好的一些風俗 讓台灣的老百姓 每個人可以當家做主 每個人有了錢有了地以後 誰願意把他小孩子做養女啊 這都是為台灣的貢獻啊 對 台灣的經濟發展 講句不客氣的話 沒有蔣中正先生的努力 哪有蔣經國後來的十大建設 對 對不對 結果你今天呢 不只吃果子敗樹頭 你還要把別人的所謂的銅像給他拆毀掉 所以我跟你講是違反人性 連銅像都容不了 還容得到誰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國民黨真的是自己要拿起精神來 對 國民黨真的要像個黨的樣子 好不好 所以我才說各位加入中國國民黨 把這個國民黨給你壯大 回去跟你們的朋友講好不好 好 六百塊而已嘛 三百塊公本費 三百塊報名費 不要在那邊發牢騷 只要六百塊 好 你就可以救中國國民黨 好 明年再加三百塊 九百塊好不好 你就可以救中國國民黨 你再加三百塊 一千兩百塊 就可以救中華民國 就可以救中華民國 對 好不好 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好不好 陳小子 請問一下 那我們不只是外面的民進黨 其他的黨 我們都是 國民黨裡面 內部的 高層的 有很多人 失去了裡面 失去了中心思想 那我們有什麼做法 好 我告訴你 他講的說 國民黨內 現在有很多失去裡頭 失去了中心思想 你也改變不了他 對不對 你也改變不了他 你也沒有權力 對不對 他怎麼想你能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 更多像你一樣 有理念人加入進去 他就相對變小了嘛 對 母數變大了 他就變小了嘛 對 因為我們要選票讓他們下來 對 所以說這種東西 當分離裡面越多了以後 對 他的戰的比例就比較小了嘛 所以各位要了解說 什麼叫做基層改變高層嘛 我們今天進行的是一場 整個讓國民黨能夠改 改造的一個過程 改造過程來自於基層 因為我們今天不可能革命嘛 對你也不能說衝了黨部去 朱立倫下台 你不可能幹這種事情 你沒有黨都下台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要尊重民主的程序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的 交個六百塊 成為國民黨的黨員 將來在國民黨提名所有人時候 你就有發言權 對不對 你有發言權 你要聽你的力量嘛 這叫做民主嘛 對 所以大家認清民主 民主不是革命 但是民主可以用多數的方式 去迫使當權者做一些改變 對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 把加入中國國民黨這個當回事 當成一個神聖的任務 大家當成一個神聖的任務 好不好 把這個事情認真去做 回去告訴你的朋友 告訴你的朋友 不要再有埋怨 不要再埋怨 我們都希望中國國民黨好 我們也希望中華民國好 我們也希望兩岸和平 但是請拿出方法出來 對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六百塊 問題解決一大半 好不好 如果到明年的三月十二號 我們針對號召了十萬孫粉十萬金 剩下二十萬 剩下三十萬 我告訴你國民黨就改變了 真的簡單 好不好 好 好了 今天看記者朋友很辛苦 給他們鼓掌一下 還有問題 抱歉今天雨那麼大 沒辦法給大家辦簽書會 沒關係 明天我會到桃園區 然後呢 我們會明天開始 我們車子在所有地方 網路上APP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好不好 今天那個陳其邁弄弄到四十六個人死亡 我們可不可以讓他下台 當然要下台啊 對不對 對 用你群眾的力量 群眾的力量 沒有 你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不要忽略到群眾的力量 給他壓力啊 今天講難聽點 以前胡志強 他也要給他胡志強下台 那另外你怎麼要辦人吧 他自己講九個人就這樣 九個人就要下台 對不對 那你現在四十六個人了 你還不下台嗎 不過但是啊 我告訴你他不會下台的 民進黨就是不要臉 民進黨就是不要臉 他就是不要臉 他跟你擺爛 蘇貞昌也一樣 蘇貞昌也一樣 這個民進黨 我剛剛就是個幫派 就跟你擺爛 我們大家支持張校長 大家影響大家 對 我告訴你民主政治 有的時候你也必須要認齋 因為你選票出來的嘛 對 所以民主政治 在某種概念上 怎麼辦 但是問題是說大家不要放棄 每四年一次選舉 大家這一次不行 我們下次再努力 好不好 告訴各位一件好消息 就是說 我們正好 張校長的出現 已經讓很多野型的支持者 都出頭了 都出來了 都出來了 有希望 我告訴你 3Q所代表的意義 不是一個政黨政治的問題而已 是他做一個立法委員 他沒有盡到他立法委員應該重的責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做一個社會上的一個正常人 他已經違反了社會的善良風俗 這種情況下他又做一個立法委員 他會對社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特別對年輕人不良的影響 這個時候怎麼叫 責無旁貸啊 這個時候 記得喔 不是政黨政治的問題喔 也不是統獨的問題喔 這都不是喔 就是一個人適不適任的問題 一個人的品格適不適任的問題 就這兩個問題最簡單 好不好 大家在這個罷免的時候 不要想什麼政黨政治 不是什麼國民黨大戰民進黨 不要去想這個東西 就是你認為他適合 你讓他留下來 認為他不適合就不留下來 對 校長什麼時候要帶我們去霸場 校長會發揮在島嶺時候的這個豐富經驗來做罷免喔 我覺得看看 呼籲一下 我們有機會啦 我覺得今天 因為 不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些罷免團體 他們是主導 我們是配可 說句實在話 對 人家主導的人家 要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不要宣兵奪主 這是我的立場 這是我的立場 好不好 但是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就要跟全體的朋友講 記得 罷免這個案子 不是政黨跟政黨的問題 也不是統獨的問題 都不是 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做立法委員是否適任的問題 第二個 做人的道德價值標準 是不是符合做人 特別做個立法委員的標準 兩個東西大盆量 對不對 簡單嘛 你一搞成政黨政治就複雜了嘛 好不好 他們在轉移目標 他們在轉移目標 但是 各位 對 罷免權 創制權 覆決權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賦予我們的直接民權 對 直接民權是什麼 就是對抗政黨政治 對 即使 對 你講得很好 不合適的政黨官員下 對 這是我們人民的權利 對 不像很多國家 好像只有一天當主人 選了以後讓他們亂搞四年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越展現老百姓的罷免權 是正好體驗了台灣的民主政治 直接民權最好的一個典範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啦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 請